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师兄 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 万一 最坏的可能了 就是婉师婆已经遇害 这封信是有人要与师父外出 除掉的 师兄 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 不错 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姬的那个情敌 如今就有信仰过 啊 那个武力仅次于九次九仙所在的破天风 但财力第一的风行 门内不会因为小春风雄 便愿由他风欺负吧 事发时并无旁人 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 只能略作成宠 我本以为这段音乐 已随婉事伯的离开就此了断 可没想到 如今师父修成卓仙 更有望突破真仙剑 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 如果幸的事 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 那么他的嫌疑最大 师兄 这是 仙人与风风风主的弟子 快思 原来是他 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剑巅巅了吗 师父却因为他恐袖九百年才成卓仙 还险切才死在天结下 我会盯紧此人 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 那么我会人同当年的任务 一定轻松 虎队 此外 赴约途中也有风险 还需增加顶牌 师兄 这是要干什么呀 此物名为侧感时 涂上寒色花的枝叶 遇到神石就会变色 可监察是否被窥探 以及窥探者的羞 这些小纸人不也能干吗 给你增加点参与感 这当努力练的什么样 天仙版 软仙散 为快思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样 有点浪费啊 真仙进去天仙境虽远 但万一人们是个隐藏大王 再者 将凌风扇灵器 若快思有利害法宝 一刀下去啾啾啾 本头考虑 还是按天仙境的 有备不坏 这段时间 你就和师父闭关不出 温师兄实在太稳健了 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 改变计划呢 所以 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 你刚好碰上 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 假装没看到 提员 九九师妹 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 别提了 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仪 不知道又发什么疯 所以结束的仓促 不过我师父说 这次长寿对战敖仪有大功了 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点击给小琼峰 师兄你不用太感动啊 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 喝到我满意就行了 这闪避动作这么似乎 小兽说是身体有病痛不了 你这老头还手上无欲了 多谢九九师妹关心 但长寿实力低微 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点击 但已经在龙宫大出汤头了 要是再少些东西 我们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 就算不畏长寿 祈元师兄刚升浊仙 也很需要点击 拱快修为吧 九九师妹的好意师兄心领了 平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 稳扎稳打 提升修为 这风格改变得这么突然 祈元师兄者百年来 不是一项闭关修行吗 祈元师叔 此次长寿师兄 舍命护我杜仙门颜面 玄雅钦佩不易 不知他伤势如何 目前已无大碍 老玄雅师侄记挂 倒是你这一身伤 玄雅在擂台上 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 给长寿报了仇 报不仇 有东西也太冲动了 也总要低调啊 龙宫 不会把这个杖揍我头上吧 玄雅师侄如此顾念同门之意 贫道很失行为 是谁在生气 祈元师兄这是不开心啊 怎么你这么证明 长寿师兄高风亮节 至人至善 乃我辈之楷妙 能与他相较 是玄雅之戏 别慌了 让我走吧 救救救师妹 你们一路奔波 还是先回山安顿 咱们就此别过 我一路奔波 虽然这三天 下来 你所说的 比赛 是一个 大 série 骑人 还是杖 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 我们便立即下手 神尸锁定解除 这就现身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妹妹们 先杀了那个卓仙 为了中师傅 我容易吗 好吵 发生什么事了 一招成仙还是如此能干 越是如此 我越是留不得你 不能 千万不能打